大家好,我是epixia 今天来做一期历史上的越境 在开始之前呢,先介绍一下 我的这个频道主要视频的内容 以越境为例 我的视频主要是翻译证实史书上面的内容 比如三国志 所以我的视频里面是不会出现 越境身中五百件还能继续砍杀敌人的内容 这种演绎、野史和网络小说里面的事件是不会出现的 最后,我不会强加任何主观的意见或者看法 越境是个什么样的人 还是由各位看官来评论 那么我们开始吧 越境自文谦,生年不祥,杨平俊未过线人 虽然他的身材短小 但是越境的性格胆大无畏 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上的时候 就已经在跟随着曹操 担任曹操帐下的小力 后来曹操派遣他回到家乡去招牧士兵 得到一千多人后返回 越境被曹操任命为军甲司马,献成都尉 公元194年 越境跟随着曹操到濮阳攻打旅部 又到雍丘进攻张超 还在护线击破侨蕊 因为作战勇猛 率先登上城池有功 被封为广昌亭侯 四年后 公元198年 越境跟随曹操去安仲进攻张秀 又在下批包围吕布 还打败了吕布麾下的一名别将 随后 越境又分别击败了白兔和刘备 被曹操封为讨扣校尉 公元200年 越境渡河去进攻霍家 返回后又跟着曹操在关渡大战袁绍 越境奋勇作战 斩杀了袁绍军的将领淳于琼 后来 袁绍在关渡战败 返回冀州不久后病死 越境再次跟随曹操去进攻袁绍的两个儿子 袁潭袁上 斩杀了袁军的大将 严靖 被曹操封为游击将军 再后来 越境又被派去进攻黄金军 击破黄金军之后 平定了乐安郡 公元2005年 越境先是跟随着曹操去围攻叶城 平定叶城后 又跟随着曹操去进攻在南皮的袁潭 越境再次先登入城 进入了城池的东门 在袁潭战败后 越境独自领军去进攻雍奴县 取得了胜利 一年后 公元2006年 曹操上表给汉县帝 表彰越境 于境和张辽 说他们有勇有谋 无比的忠诚 还有着高尚的品行 每次临阵作战 他们都会冲在最前面 勇猛无比 无坚不摧 亲自雷鼓注证时 他们的手也会忘记疲倦 绝不会停下 在他们单独领兵出征的时候 抚慰将士 纪律严明 面对敌人的时候 也没有做出错误的决策 所以 现在应该是论功行赏 给予他们应得的荣耀了 于是 于境成为了虎威将军 越境被封为折冲将军 张辽被封为荡寇将军 同一年 越境去进攻袁绍的外甥高干 从北陆进入上党郡 于回到敌军的后方 高干方面退守到湖关 双方连续交战数次 高干死死的坚守 越境无法攻下 直到曹操亲自抵达后 才攻陷了湖关 后来曹操又去征讨 在北海淳于一带的海贼首领 广城 派遣越境和李典前去进攻 广城战败后逃入了海岛 海滨一带得以平定 当时 荆州还没有臣服于曹操 曹操就派越境在扬笛囤住 随后 越境又跟随着曹操去平定荆州 被留在襄阳驻军 击败赶走了关羽和苏菲等人 后来南郡各个县 山谷里面的蛮夷都出来投降曹操 越境还接着讨伐刘备治下的两个县 都大获全胜 公元213年 曹操带着越境等人去进攻孙权 并且让越境假结 后来曹操率军返回 留下越境和张辽李典 率领7000人驻扎在合肥 增加了越境的10亿500户 加上以前的一共1200户 但因为越境多年作战有功 额外再被分到500户10亿 封越境的一个儿子为猎侯 升迁越境为幼将军 公元215年 曹操率军侦讨张鲁 交给护军薛涕一份守令 在那封信函上写道 等敌军到了之后再打开 不久 孙权就率领着十万大军包围了合肥 于是重将打开了信函 上面写道 若孙权来到 张辽和李典率军出战 越境守城 第二天 在张辽率领着800人的冲杀下 孙权军的士气大跌 孙权包围了合肥十多天 觉得无法攻破 就率军撤退了 三年后 公元218年 越境去世 十号威侯 再见